好 我来说那个二十七有小小的失误嘛 然后到了最后一条我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对手已经把分拉得很近了 然后在下面谢哥也跟我说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没问题的最后一个窗开去跳 把节奏啊什么的放慢 把自己的人的状态慢慢地回升上来就可以了 我感觉这一瞬间来得太突然了 然后是我以前一直想的一个场景 然后今天是终于实现了 非常激动就感觉像猪猛一样 就很突然一下我就站到了最高领导台上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漫长的 祝阿思亦走到今天能够成功 实在是高兴啊 首先祝贺他们 然后他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所以站上到最高领导台 实际上了他的一个梦想 感谢大家